如果大家在Richmond 想找一個townhouse在100萬 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看我這條片 因為今天有新樓盤介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華 專業地產顧問Pan Siyang 我今天很開心 找到一個新樓盤介紹給大家 這個樓盤是一個樓花 是城市屋的樓花 它的位置是在Richmond 雖然它的位置比較在哪位的Richmond 但駕駛到市中心 大約是15分鐘的車程 這個位置比較在哪位 但我覺得它的價錢非常吸引 在這個價錢是很難買得到的 大家看到最後就知道 開價是多少 它是一個三房的townhouse 有很多都是side by side garage 大約是1200尺至1400多尺 是屬於比較小的單位 而這邊屬於Number 9的Richmond 其實之前一直在發展 現在越來越發展得好 它亦有外套可以買東西 有Walmart去買菜 喝茶的地方亦有 而且這個位置其實都叫四通八達 你去Richmond就是駕駛15分鐘 你去Burnaby可能也是駕駛15分鐘 如果New Westminster也是駕駛15分鐘 所以如果有些人需要工作 即是經常到處去 這個位置其實都算是挺方便 因為一出Highway 你就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 現在我後面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我已經來到這個地點 它已經是沒有了舊屋 已經開始建造那個Foundation 亦都有很多泥 其實可以開始動工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馬上聯絡我 這個地點其實是有25個單位的townhouse 進來這裡 我後面這條街 其實已經是叫了一個 好像Cultasac的位置 已經不能再進去 所以這邊是比較private的 又不會有很多車輪轉進來 最主要是入面那間house 以及將來的居住會在這裡 那個地點方面 其實是Wespinster 如果大家熟悉Richmond 它有一條街叫Wespinster 其實它一路會直通過來No.9 然後就在McCleanay Avenue 事不宜遲 我帶大家去看看它的Sell Center 看看它的Finishing 和可以跟大家進行一下它的Floor Plan 它的發展商除了有展示給大家看 它都做了一個模特兒 這個模特兒就展示到這個complex 有25個單位 其實這25個單位 其實就是沿著McClean Avenue 這裡是比較細介的 這裡應該是迴旋處 所以這邊就會靜一點 這邊就是Wespinster Highway 所以就會多一點點車 整個complex 其實25間是由1200尺到1400多尺 然後它這一排 全部都是front and back Tandam Garage 就是前後泊車 然後中間這裡 就會是Double Side by Side平排 你會見到它旁邊有些 綠化有些Playground 前面這一座有三間 這兩間就會是前後泊車 而這間旁邊就會是Double Side by Side 這一排對著Wespinster Highway 全部都是Double Side by Side的Garage 所以大家可以 視乎你們喜歡哪一隻織 看看選擇哪一個單位 是的 我亦可以跟大家 通過一兩個Floor Plan 你知道它裡面是甚麼樣子 這次我選了一隻織介紹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比較喜歡Side by Side的Garage 而這個Middle Unit的價錢亦都非常吸引 我首先跟大家說了它的織 大家看到其實它是三層的三房單位 樓下最低的那層就是拍完車之後 走上上面 你看到它的車房除了有Side by Side的Garage之外 其實它的長度都很足夠 而且後面還有一道門 所以可能它是預料你 其實收樓之後可以再多間房間 因為它有門亦都有窗 所以如果做一間房或辦公室 是非常適合的 那你上樓上之後 就有一個Living Area 亦都有一個Dining Room 亦都有一個Kitchen 而且它整個織 因為它是Double Side by Side 就非常之闊落 亦都很長 亦都有一個Powder Room 加起來亦都有Balcony 這個廳其實如果一家人住 就非常舒服 那你再上樓上 就是有三間房 因為這個是比較小的單位 差不多1200呎 所以它最上的Master Bedroom 那個洗手間是Single Sink 你會見到然後有個Shower 那Bath Tub 就會在Sharing Bathroom 那兩間小房的Bath Room 看來它都很闊落 所以都很舒服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Sell Center 其實它現在用了一個 已經建好的一個Town House 它裡面的Finishing 就會是一樣的 即是廁所和廚房 所以我們可以展示給大家 看看它的Finishing是怎樣的 首先它的廚房 其實它的櫃、掌握 所有Applauses都會一樣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 它是用Fisher & Paykel的 最主要 它的雪櫃就會是一個 三十六吋的Fresh 即是雙門的French Door 即是雙門的French Door 那個Freezer就會在下面 然後這些Countertop的顏色 還有Back Splash 都會是一模一樣 水龍頭和Handle都會用一個 暗黑的顏色 就會是一個Double Sink 然後它的Dishwasher 就在這邊 亦都是Fisher & Paykel的 所以它的品牌 用Fisher & Paykel都算不錯 當然所有這些櫃 裡面都會有Soft Clothes 也算是多櫃 然後有微波爐、Panasonic 加上它的Hood Fan 就會是 建立了進去 看起來是同一 然後它這個主食爐 就會是一個四頭電鍋 就是Fisher & Paykel 加上這個30吋的Oven 也有這些櫃 有些特色櫃 你可以放下其他東西 所以這個Richstone Hamilton 那個廚房的設定就是這樣 如果是怎樣的形狀 就要跟大家說回那個Fore Plan 你就知道其實它的形狀是怎樣 跟大家說完這個Kitchen的Finishing之後 我可以上二樓 展示給大家看看洗手間的Finishing 就有一個主人房 還有一個Sharing Bathroom 還有現在大家看到它這個地板 是Lemonade Floor 第一層就是Lemonade Floor 如果樓上的Standard 就會是Carpet 如果有需要 大家想換成Lemonade 都可以選擇一個Upgrade Option 我們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可以展示 主人房套似給大家看看 即是看看它的Finishing Richstone Hamilton 都是用Double Sync 但它的Size可能小一點 它就用Course Countertop 上面有一塊鏡子 然後它那些Foresit 就用黑色 黑色的去做 比較漂亮 然後它下面 升盤下面就會有櫃子 然後這個Toilet 在這邊有名次 有窗 然後它會跟一個BathTub 這個Unit 其實它是有Shower 但Richstone Hamilton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那個Shower 我們主要它是有一個BathTub 在這裡 你又可以看看它 插了那些磚 在牆身旁邊 就是它插上頂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帶大家去看看 它的Walking Corset 它這個Size 我就不知道它Exactly 會不會一樣 但它起碼有 你會看到一些櫃 還有它的Handle 是黑色 然後這些 有些櫃 有些Cabinet 你就不需要再做些櫃 因為它已經包了給你 我們現在都可以再給大家 看一看那個 2nd Bathroom 我們進入這個2nd Bathroom 你就會見到 其實它是一個Single Sink 還有一個超大鏡 去到上面 所以整個廁所都會光亮一點 因為會反映出來 你就會見到它這個Cabinet Door 跟Master Bedroom En-Suite 是有些不一樣的 它是用了白色的 它這個Shower 你就會見到它是黑色 旁邊圍著 其實它的顏色 就是都型的 即是黑襯白色 這些磚都可以插上頂 現在介紹完 上層的兩個洗手間 我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開架和其他資料 和大家看完這個Showroom之後 看完Kitchen Finishing 洗手間Finishing 可以和大家編集一下 給大家一些資料 這個Project 其實它預計是2025年中成交 它現在這個開架是非常吸引的 因為它還是屬於Richmond 不過只是在哪些的位置 在No.9那邊 但是它那邊已經發展得不錯了 其實將來會發展得更加好 因為這個Project後面 其實它會有個Condo 然後下面有很多Commercial 現在裡面本身 已經有個Walmart可以買菜 也有個麒麟酒家可以喝茶 所以如果大家在裡面住 其實都不一定需要真的出來 只是可能你喜歡出來吃東西 你想多些選擇 就出回到Richmond市中心 它現在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它現在的Payment structure 是很吸引的 它只是需要收取5%的Purchase price 那你就可以去到收樓的時候 才付完全部錢 這個是非常好 因為通常那些Presel 都可能收15%或者20% 你現在只是付5% 它這些Project 現在是100萬左右 所以你只需要付5%的Deposit 你就可以等到收樓才付存款 現在它已經開始發售 剛剛有一個最優惠的單位 就回來 它的開價是97萬9 它就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有差不多1200呎 大家如果對這個Project有興趣 就盡快聯絡我 因為這個單位 可能很快就被另一個買家買了 因為現在我們Richmond市中心 其實這些Presel 都起碼是130萬起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住遠一點 不介意住 即是開10至15分鐘車程 那你就可以省回30萬去買一個Townhouse 它的升值潛力也不錯 因為其實那裡一直發展 它旁邊就是New Westminster New Westminster Queensburg 都發展得很好 所以整個區域那邊會一直發展 所以它的升值潛力 大家可以預計到是會有的 而且我也知道 如果大家想投資不是自主 那邊都會有人考慮租 雖然沒有說有Sky Train 但可能有很多Family 想找這些Size Richmond的價格是貴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租這邊 所以如果自主或者投資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Richstone Hamilton的Project 如果大家對這個Project有興趣 就盡快聯絡我 可以WhatsApp我 給大家更多資料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條片 喜歡的按個Like Share 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你就會收到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